第三千七百六十一集 哥哥 我只能坚持两天 灵孩儿的声音传出 带着一丝急速 显然也不能支撑多久 夜晨凝重地点头 手掌再次触碰龙骨 这一次 他没有受到任何的反振 反振的力量都为灵孩儿镇压住了 但这镇压只能维持两天 时间非常仓促 想在两天内炼化龙战野的海骨 绝非易事 八卦丹炉给我炼化了 时间紧迫 夜晨也不废话 八卦丹气滚滚爆发而出 破开无穷时空 在虚空之中 显化出了一座古老的丹炉 夜晨大手一抓 将整具龙海骨 丢到八卦丹炉里去 严玄儿寄出 再在丹炉里面 铺了一层太乙震雷沙 严玄儿的能量 与太乙震雷沙的能量顿时爆发 火焰与雷炮在丹炉内炸起 这个时候 如果将天上的星辰 丢到夜晨的丹炉里去 都要被瞬间融化成灰烬 渣都不会留下来 但是那具龙骨却是丹炉 却是丝毫不动 悬浮在丹炉里 承受着无穷烈焰与雷暴的冲击 却没有一点的破损 该死 只有两天时间 只用八卦丹炉不可能炼化 夜晨咬了咬牙 龙骨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坚固 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融化 鸿蒙大星空 起 见状 夜晨脚步一踏 一片无比璀璨的星空 当即在他背后撑开 当初在烟雨幻境里 夜晨无阻道心蜕变 打破了天舞物龙经 总纲的枷锁 鸿蒙大星空也是进一步升级 现在夜晨大手张开 无比恢弘的星空 朝着那龙骨镇压下去 他想要用鸿蒙大星空 隐生生地吞掉这副骨骸 我就不信 一片星空的力量 还不能镇压一具死去的骸骨 夜晨咬紧牙关 鸿蒙星空死死地压制下去 那具龙骨在无边无际的星空中 仿佛一粒微尘 一下子就被吞噬掉了 鸿蒙大星空 也相当于夜晨身体的一部分 这一下 星空吞噬龙骨 夜晨就感觉到 龙骨开始和自己的筋骨 一点点地融合 有效果 看到这一幕 夜晨惊喜不已 但惊喜只持续了瞬间 立刻转变成了剧烈的疼痛 龙骨之中传出可怕的排斥力 剧烈排斥着夜晨的身体 融合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这排斥实在是太可怕了 仿佛有人用千万把刀剑 不断地捅刺着夜晨的骨头 在如此剧烈的疼痛下 就算是夜晨 也是抵受不住 直接将龙骨吐了出来 龙骨从鸿蒙星空里 掉落而出 在茫茫星空的硬沉下 龙骨看起来 虽然渺小如沉 但所蕴含的能量 却足以撕碎宇宙 根本不是夜晨能够炼化的 玄寒玉叹了一口气道 唉 看来想炼化这龙骨 必须是具有完整的龙族血脉 只有血脉相通 才有炼化的机会 如果血脉不同的话 却会像你这样 遭到严重的排斥 夜晨道 龙族血脉嘛 我体内也有 为何不行 玄寒玉道 你的龙族血脉 不够纯正 依然会被排斥的 血脉不纯吗 夜晨眉头一皱 却是骤然想到了血龙 他的血脉不够纯正 但血龙血脉绝对强大 有吸收龙占野骸骨的资格 只有两天时间 如果不能吸收龙骨的话 那就彻底浪费了 我不行 或许可以叫血龙过来试试 血龙若是炼化着龙骨 实力绝对暴涨 甚至面对强敌 血龙都有一战之力 想到这里 夜晨立即沟通因果 向着遥远的虚空 发出一道符罩 血龙 我有大机缘赠你 这道符罩发出 夜晨便在原地等待 只希望血龙 能够尽快赶来 遥远的虚空之中 血龙收到了夜晨的符罩 灭龙神族 龙战也 血龙感受到符罩上的因果 目光一阵震动 主人有大机缘赠我 在哪里 灭龙藏地吗 血龙追溯着符罩上的因果 但发现迷雾浓厚 一时间不能看透 那灭龙藏地 毕竟是龙战也的埋骨之地 有太上气息 夜晨有钥匙 还能轻松找到 但血龙光停一张符罩 却不易洞察 只剩下两天时间嘛 不知来不来得及 血龙知道时间紧迫 连忙调动全身心神 全力追溯符罩上的因果气息 终于一天后 血龙成功破解 立即显化出龙形 爪子撕裂虚空 奔赴灭龙藏地 灭龙藏地地下陵墓宫殿内 夜晨骤然感觉到 外面传来一阵强横的龙威 顿时心头大喜 血龙来了 云雷涌荡 地光浮现 血龙的身躯出现在宫殿之外 摇身一变 落地化成人形 奔向夜晨 叫道 主人 夜晨也欣喜地奔了上去 两人狠狠地拥抱了一下 别来无恙 主人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也不算太晚 还有一天时间 还来得及 夜晨带着血龙 踏入宫殿之内 宫殿之中 八卦丹炉摆放着 而在丹炉内 却悬浮着一具 暗金色的龙骨 毁灭气息 滚滚呼腾 令人窒息 这就是灭龙神族的掌教 龙占野的骸骨嘛 血龙心神震动 只感到那具龙骨 底蕴极其恐怖 如果他吸收炼化了 修为肯定要突飞猛进 嗯 你尝试吸收 时间太仓促 我是不行了 只能看你 夜晨让血龙尝试炼化 就剩下一天了 这么短的时间 夜晨的龙血 不够纯净 没办法吸收 只能是将希望 放在血龙身上 血龙是夜晨的底牌 如果血龙强大了 夜晨也是有天大的好处 好 主人 我且试试 血龙眼眸里爆发出精芒 随后爆喝一声 太上天龙道 这一下 血龙直接施展出 太上天龙道 整个人晃动一下 变化龙形 每一片鳞片 都射出夺目的血光 龙尾如汉海般 霸裂凶猛 震动无数时空 宫殿内空间虽小 但血龙身躯一百 立即碾碎了无数层空间 打造出了一片 巨大的虚空世界 他的身躯 悬浮在虚空世界之中 巍峨而庄严 龙爪一射 便抓住龙战野的海骨 层层血光覆盖下去 想要吞噬炼花 夜晨站在一旁 我有点紧张地观望着 就见龙战野的海骨 融入血龙的身躯里去 血龙驱动云雷地龙珠 法宝地光爆发到极致 混合着太上天龙道的威压 开始炼化 但还没到一炷香的时间 血龙的眼瞳里露出了非常痛苦的神色 躯体震荡一下 龙战野的海骨剥离了出来 失败了吗 夜晨健壮顿时脸色一沉 血龙道 抱歉 主人 夜晨道 连你都不行吗 血龙道 主人 龙战野是真正的太上神龙 血脉太强悍了 我虽然是纯正的龙族 但血脉与之相比 还是太弱了 也被严重排斥 连你都被排斥 那可棘手了 龙战野的海骨包含着极恐怖的毁灭能量 还有逆天的气韵 如果能够炼化 那将会有天大的好处 但是现在 无论是夜晨还是血龙 血脉都受到了严重的排斥 根本没办法吸收这副海骨 这么大的机缘摆在眼前 却是拿不到 可真是暴天天物啊 夜晨 用你的轮回血脉试试 轮回血脉镇压一切 灵驾诸天 若是要血龙炼化这龙骨 或需要借助你血脉的力量 这个时候 玄寒玉再次提醒夜晨 轮回血脉嘛 夜晨心中一动 也知道轮回血脉的厉害 但是动用本命血脉的能量 必定消耗巨大 可能会引发虚弱 不管了 今天无论如何 都要拿下这份机缘 夜晨咬了咬牙 他并没有犹豫太多 立即向着血龙道 血龙 我用轮回血脉 助你一臂之力 你再尝试一遍 说吧 夜晨浑身气血燃烧 背后隐隐之间 浮现出了一尊巨大的身影 那是前世轮回之主的身影 血龙惊道 什么 主人你要动用血脉的力量 你和如足有百日之约 如果血脉虚弱了 到时候该当如何呀 夜晨一笑道 如果你能够崛起 我这点虚弱算什么 别忘了 我们可以互相借力 我也可以借用你的力量 血龙大势感激道 主人 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 夜晨道 快吸收吧 没多少时间了 气血涌荡间 夜晨背后的轮回之主 虚影更为磅礴 六道轮回法 而且夜晨还释放出六道轮回法 一个巨大的轮回之盘 犹如混沌太阳一般 从他手心里生腾而起 夜晨狠狠一拳 轮回之盘带着轮回血脉的天威 积在龙战野的海骨上 煞时间 龙战野的海骨 都覆盖上了一层轮回的气息 血龙见状 爪子打出道道法绝 虚空一射 将龙骨吸取过来 再次尝试吸收炼化 太上天龙 血盲照耀 血龙将太上天龙道 运转到了极致 浑身血盲爆射 龙威浩瀚 一里里血光如神炼 缠绕住龙骨 并与自身融合 这一次吸收炼化 血龙并没有感到任何的阻拦 龙战野的海骨 在夜城的轮回血脉的压制下 所有因果 所有威严 都被镇压下去 仿佛只是一具普通的骨架 再也没有任何杀伤力 也没有任何的排斥 主人 多谢 血龙感激不已 向着夜城道谢 然后集中精神 开始炼化龙骨